你问哪压呢 对不起 碰吗 我就说迟到 你得把我这条腿压断了 反正不要压到那条腿就好 不然我就没有幸福 对啊 性别不要卡太死 能让我出出镜子 就是性别不要卡太死 刚刚那个问题我也说过了 如果你喜欢你就需要微信 就是你不用不好意思 反正他也不认识你 他给你微信 那他可能就对性别没什么要求 他要是有微信 他要是不给你微信 那人家肯定就不喜欢男生 不是 退一万步讲 你俩不能在一起 交个朋友还不行吗 对吧 对啊 对啊 是这样 你跟他交个朋友是吗 说不定哪天就行了 就像西星一样 说不定哪天就行了 脸皮要后退 真的 真的 人家说这个社会就是脸皮要厚 这不算脸皮厚吧 就是你看到自己喜欢东西 你不会 要做自己 对啊 你不会去争取一下 就要做自己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 谢谢 谢谢 谁追了谁 我追了谁 也是我们的五十问里的 五十问里的 对都会打 明天或后天就会有 哎 我之前 我之前有被 我之前有被女生疯狂 我们是旅游的时候遇到的 听我讲啊 我之前有被女生疯狂推过 就在学校的 我也有啊 我在这身房经常被女生打下要微信的 他们都怎么跟你说啊 他们就会问你 然后就帅哥可以加个微信嘛 然后 这上面这么直白吗 就这么直白 然后你咋说啊 我就我就直接说 我说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没有 我那时候单身 我就说我有对象 然后就拒绝了 那有没有那种 就是你也觉得 他长得挺好看的 那种 女生啊 我要是遇到特别好看的 他加我微信 我首先讲 就即便你有对象 也可以加一个对象 加一个微信 因为如果我看到这种特别好看的 我是可能会有感觉 当然也分类型 同志们 他坐实渣男了 同志们 同志们 我可不是渣男 请在公屏上打出渣男两个字 我不是渣男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每个人都会喜欢好看的事物 我这叫诚实 我要是说我喜欢不好看的 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就很假 很真实啊 而且我喜欢性格很男孩子的女生 对 我前任的女生都是那种 我也很喜欢你前任 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特别男孩子 然后笑起来就是那种 不是 你应该能感受出来我很喜欢你前任吧 我能 雅雅 雅雅也挺喜欢你的 就是性格很好啊 大家相处起来很很很很nice 我不是渣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还好啦 星星真的是很不错 现在也是这样吗 现在他敢加 打断他手 直接给他捆起来 就是我 他真的有时候会吃醋 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直男朋友 我说的 我喜欢的他那个前任是女生的那个前任 不是男生的那个 我那个前任是女生嘛 就是不要提到男生前任了好吗 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 那个女生前任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女性朋友 他把我们弄的直播 因为我俩不懂 啥也不会 啥也不会 二愣子 我不是八三年了 我去 不开玩笑 大家不要相信 不九零后好吗 兄弟 谢谢关注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八三年了 扎男 招人喜欢挺容易的呀 夸嘛 彩虹屁呀 就是一定要学会赞美 你只要会赞美 然后别人就会爱你 就会喜欢你 但是今天你的赞美不是发自内心的吗 是啊 就是要发自内心的赞美 你要学会发现别人的好 然后去忽视别人的不好 然后你才能说得出口那种赞美 一周几次我们在视频里回答了 大家能不能